接下來我們來看民國79年這一題聯考題 他說一個單擺擺長是L 擺垂質量是M 把M拉到擺線在水平下30度浮角的位置 如圖這個圖 那你還記得運動學我們有討論過嗎 這往上的叫仰角 往下的叫浮角 所以他現在說往下30度浮角的位置 他說M擺到最低點的時候 跟一個質量是2M的 另外一個靜止的小球 發生正向碰撞 好 各位你要注意一件事 他說正向碰撞 你用紅筆把這四個字圈起來 他並沒有說這是一個彈性碰撞 或是一個非彈性碰撞 他只告訴你說這是一個正向碰撞 好 A 他說如果M跟2M是彈性碰撞 這碰撞以後M可以反彈到多高 好 那我們先看一次第二小題 B小題的這個題目 他說M跟2M碰撞後結為一體 那碰撞後的一瞬間 百線的張力到底是多少 好 各位那等你全部學完以後 你會發現考試經常都考綜合性的問題 那如果你站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來看的話 那如果你是出題目的教授 你會考什麼呢 很簡單 那這一張你可以考什麼 考碰撞 碰撞有兩種嘛 一種叫彈性 一種叫非彈性 所以A小題就考彈性 B小題就考完全非彈性 這樣剛剛好怎麼樣 剛剛好面面俱到 所以我們先來看A 他說如果M跟2M是彈性 各位再講一次喔 題目只說正向碰撞 他沒有說這是彈性 也沒有說這是非彈性 你不要會錯他的意思 好 所以如果說 這個他是彈性 那碰撞後 M可以反彈到多高 好 怎麼算呢 來 各位 其實如果這是彈性 那小M擺到最低點跟2M碰撞 那我們前面其實也講過非常多的範例 這一張講過非常多的範例 那就需要涵蓋所有的這個問題 好 各位 其實這就是標準的怎麼樣 標準的一維彈性碰撞 你擺到最低點嗎 跟這個2M發生所謂的一維彈性碰撞 碰撞以後 這個小M怎麼樣 反彈 那反彈的速度其實直接帶意維彈性碰撞的莫蘇公式 V1pr等於M加2M分之 M減掉2M乘上 來 各位 那到最低點的這個速度大小多少呢 很簡單 利用怎麼樣 利用標準能量的分析 那你減少的位能等於增加的動能 不過這個數字我們就算得非常熟練了 好 其實我們直接寫跟它二掘去 我們知道想辦法找出這個H到底多少 好 30度 這裡L 所以如果這裡30度 這裡L的話 那這一段二分之L 這一段二分之L 那利用上整條繩子長度L 好 這裡二分之L 這裡多少 這裡二分之L 把它帶進去 2G 二分之L 所以這裡變根號G 也就擺到最低點的速度大小是根號2GH 對不對 只是現在的H叫二分之L 那把它帶進去 好 叫根號怎麼樣 根號G 所以你這樣算出來是 負的三分之一根號G 好 那負的也還蠻直覺的 好 我們前面講 如果它是一個一維彈性碰撞 被狀物禁止的話 小的 狀大的 負號代表怎麼樣 小的反彈 OK 沒問題 各位 但如果這樣考的話 它就太簡單了 它說 小孩們的狀大以後 反彈到多高呢 各位 如果這小孩們再反彈的話 那等於它減少的動能 轉換成增加了重力穩能 所以減少了動能 轉換成增加了重力穩能 那直接二分之一 M乘上負的三分之一 高好去有的平方 等於MGH 好 那這樣你把MM消掉 這個平方以後G對消 那這裡變九分之L對不對 再乘上二分之一變十八分之L OK 這高度就是多少 高度就是十八分之L OK 解完 來 各位 你看教授這個考題面面俱到 他考彈性嘛 對不對 那一個標準的彈性碰撞 意味彈性碰撞的末數 那再來考一個我們第七章 裡面最核心的能量分析的概念 所以他這樣考 是非常非常合理 而且非常非常必然的一種考法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B小題 他說如果M跟二人碰撞以後 何為一體 那碰撞後的一瞬間 百線的張力到底多少呢 那前面考彈性 那現在合體的碰撞呢 就是考怎麼樣 考完全非彈性 但是我想呢 講到完全非彈性 很多同學可能會說 老師 這我很厲害 都會被什麼執行動能 內動能 好 可是問題是 這一題他不需要用到執行動能 也不需要用內動能 他反而要考你一個怎麼樣 考你一個能量的罩門 叫做張力 好 為什麼呢 來 我們前面講過 能量有一些優點 可是能量的優點 那某種程度來講 就是能量的缺點 第一 能量不用管運動過程 所以解不出時間 能量是存量 不用管方向 所以他解不出方向 那再來呢 能量對那種狀態沒有發生變化的 包括像盡力平衡 對不對 盡力平衡 那那些力根本就不會做工 你的狀態根本沒有發生變化 再來就像等速率圓周運動這一類 為什麼呢 等速率動能不會變 而且向心力這個也怎麼樣也不做工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單擺 他擺線的張力 其實根本他就不會做工 所以如果你要算擺線的張力 必須要把它當作是一個圓周運動來分析 好 那老師前面講的話 你有沒有當這個乖寶寶呢 我說只要做圓周運動 你就要去找什麼力提供向心力 好 各位 你分析怎麼樣 分析最低點 那m跟2m碰撞核為一體 核體呢 各位 核體受什麼力 重力3mg對不對 還受到一個繩子的張力怎麼樣 繩子的張力T 可是呢 我們現在要先算出擺到最低點 這核體的速度大小到底多少 好 怎麼做呢 那你當然可以說這是執行速度 那你也可以利用怎麼樣 利用標準的動量手 好 m乘上 來 我們剛剛算過來 這個小球呢 這個擺到最低點 它的速度大小是更好具有 等於核體 m加2m乘上v' 所以v'算出來是3分之1 更好具有 那這3分之1更好具有 其實說穿了就是它的所謂的執行速度 好 那接下來呢 回到了這個標準的 這個圓周運動力學分析 好 核體呢 受重力3mg 受到怎麼樣 受到繩子的張力T 所以做圓周運動 你就要去找什麼力提供向心力 來 所以各位很快 T減3mg 就等於3m乘上l分之v平方 這裡的v呢 叫3分之1 更好具有 好 這個平方 所以來 各位你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平方以後 這個l消掉 好 那這個3的 3分之1的平方 9分之1 跟這個消掉以後變3分之1 mg T減3mg等於3分之1mg 來移過去 3mg加3分之1mg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3分之1mg OK 接完 所以你看一個怎麼樣 一個碰撞的問題 這個教授考了彈性 考了非彈性 對不對 他考了怎麼樣 考了這個彈性碰撞的 這個運算 考了非彈性碰撞的動量手腕 而且他還考你怎麼樣 還考你標準的 好 這個圓周運動的力學分析 所以你發現 物理前面學過的東西 不要忘記了 好 所以我希望你體會一下 這個題目 教授為什麼要這樣出 他這樣出 其實也考到了大家 很多很多的這個基本觀念 所以等一下再講一上 自己做一次 不懂的部分 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說